投層子弟黃玉弘 帶來十四幅油畫 還有二十四劍木塊畫 所呈現的風格 與一般創作有所不同 像是油畫部分 才用耗時耗力的點描畫法 因此呈現更為吸睛的視覺效果 老實在用心理 我都在葉邊畫畫畫畫 因為我聽不懂 對特色的不能出 老實在用心理 畫畫畫畫畫畫印趣 然後一直這樣 所以堅持到現在 我認為說跟人家比較不一樣一點 創作就是要創新嘛 以前我是用畫的 現在就是用點的試試看 效果還不錯 我覺得點一點然後放在旁邊 站遠一點看一下 錯了就再改 還是說效果不好就改 它的畫作跟一般的 油畫是不一樣的 它是用點描法 真的是讓我為之驚豔 那點描法它的難度就是 它要花很多的時間 另外運用壓克力染料 結合木料 創造這種木塊畫小品 不但容易收藏保存 而且背後還有其故事 就像這部豬肉攤街景 就是它早期個人的生活寫照 這是17歲20歲左右 在那個店舖賣豬肉的時候 那誰還會有的插頭 做個紀念 然後背後是要有的大廳 像什麼 這比較不一樣 在毛條件 為什麼 這在長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木槽比較幼 而且這個可憐 你怎麼用也不行 還可以洗 它每一百度 雖然是可以大膽的去揮灑 然後就是也可以看出它的細膩的地方 實在是不容易 而且每一百步都有它的意義 還有一個構思 王玉宏表示 早期賣豬肉到現在轉賣蔬果 可能少了血腥之氣 繪畫技巧跟靈感 擁有成長許多 一直在繪好村長的請託下 有機會下鄉指導大家來體驗 木塊畫的創作 黃玉宏採繪人生各展 在繪好人文藝術空間 將展到10月30號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